读诵三千部无量寿经之后 改诵弥陀经 效果是否一样殊胜 一样 这个没有问题 读经 它的作用 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读经 读经是降服烦恼的 最好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你读经 你就不能达妄想 一达妄想就经验错了 比念佛有效 念佛达妄想 佛号还是照样念 所以最好呢 用念经的这个方法 使自己的妄念 尽量减少 到妄念很少的时候 就改念弥陀经 或者是改念 佛号 那一句佛号就很快用 你妄念不生 所以这个念经呢 是致负烦恼 也就是修订的方法 任何法门 通通都是修订 让我们外部着相 内部东西 把心定下来 嗯 嗯 感谢观看